港股上周冲高回落 行指上周三最高见22,424点 周五收报21,405点 相对前周微跌7点 国指上周三最高见7,759点 周五收报7,284点 按周跌1.1 科指上周三最高见4,884点 周五收报4,379点 按周跌2.4 A股上周亦表现偏远 上证中指按周下跌1.2 互深300和深城指周跌幅同为2.1 上周北向资金持续流出 五周交易日连续累计 只买出近128亿元 是自2020年8月以来首次连续三周呈现 正买出太小 经济数据方面 今年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% 增速较去年12月份回升0.8个百分点 显示工业活动稳定恢复 企业利润小幅增长 经济数据皆美股做好 美股方面 虽然多位联储局官员先后放英 但市场似乎已消化加息预期 加上经济数据仍强劲 最新一周首次新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减至187,000人 为1969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企业一月份空缺积位达1,130万份接近创纪录水平 显示就业市场仍强劲 美股年升两周 道指 纳指和标指按照分别升0.3% 2%和1.8% 上周指出行指由2月10日高位25,051点跌至3月15日低位18,235点 共下跌6816点 若反弹跌幅的0.618 可见到22,447点 可望保回3月4日和3月7日两个下跌列口 结果恒指上周三最高见22,424点 与预期反弹目标仅差23点 但已成功保回两个下跌列口 恒指完成这一浪反弹 进入调整阶段 只要不跌穿2088点 反弹势头仍将持续 令人说带上权三更加压力了 ate 罢来imo识